欢迎来到梦TV新闻频道 我是裴兰英 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 下站帖 邓家华突发文点名馆长 会打赢那个男人 近日 网路红人馆长与廖老大透过直播隔空交火 吸引大批网友观看吃瓜 两人争执的一大重点 也在于健身这件事 馆长也要求廖老大为相关言论道歉 8日稍早 邓家华在脸书发文 表示自己投入健身行列 更写下健身后能够赢过任何人 包含那个男人馆长 是否在隔空教阵馆长 引发不少网友讨论 邓家华稍早透过脸书连发两篇文 先是谈到自己平常都在健身 我现在的体态变得不一样了 没想到下一篇文 似乎对自己健身之后的状态颇具信心 写下一段要变强只能靠这一次健身的机会 以后在擂台上就会赢过任何人 也会打赢那个男人馆长 贴文含义是否再度 向体型壮硕的馆长下站帖也掀起讨论 网友纷纷留言你只有被打低份 有人可以帮忙标注馆长吗 又再瞎掰你是没看过你兄弟 被馆长教训很惨吗 你可以用你的霸气去挑战啊 我买你第一回合倒下 你吻赢的 记得千生死壮 事实上 早在去年9月 邓家华就曾多次叫阵要挑战馆长 当时馆长则淡定回应 希望他至少锻炼三个月再来 并直言真的要用力打 全身没护具的情况下 我敢保证裁判只要喊开始就结束了 更可能造成脑震荡 终身残疾等下场 呼吁他三思 感谢您收看Mon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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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